日本有很多奇形怪狀的祭典 今天和大家來到這裡是川崎 和大家去這個大嶽祭 其實我不知道是不是叫大嶽祭 這個叫做Kanamara祭り 它就是有一個很出名的粉紅色人感高的 一個男性的陽具 去到裡面供奉 現在大家看到前面是多運得很厲害 這個藥公八帆公在川崎 大家看到前面那邊 那一條就是那條粉紅色枝 裡面現在是有很多屋台 但是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它這個位置現在是早上的10點25分 打打是多人到 基本上是接近不可能排隊進去 但是為了拍片 可能都進去一進去裡面 去到看一下 它裡面有些屋台 大家看到裡面是有些屋台 有些東西吃 但是這個呢 等待11點還有半個小時之後 它就會補這個神竅出來 神竅就是剛才大家看到的那個粉紅色的 藍星 藍根 大家看看這裡的人數是真的瘋狂的 我們現在離開了神社入口 走開了三、四十米左右 它還有很多人在排隊等著進去 大家看看車站前面 Holy shit 那個車站前面是多人得這麼厲害 哇 怎麼搞啊 這個大喳制 大家這麼喜歡看嗎 大家看看那個女生的頭頂 那個女生的頭頂 原來它除了粉紅色那一條之外 還有一條黑色的 哈哈 這條好像是金屬 上網看到好像是金屬 好像是金屬 因為黑色 它是一條黑色 他是4個 完全是新的 新的 這次是黑色的 這次是黑色的 odwww het到胃 很萊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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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